陳俊立 收拾 各位 大家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議程內容是開源宇宙年度報告 我是今天講者Nelson 在開始前呢 我先偷偷劇透一下 今天會用到的資料來源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開源宇宙 中間呢 是GitHub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今天跟GitHub有關的資料主要是來自於 Octobers.gitHub.com 這個分析GitHub的使用者數據的專案 先說一下 我不是GitHub派來 所以沒有幫他們業配意思 但是GitHub上面的確有大量的開源內容 我想也是對一般人來講 這是相對容易接觸到的選擇 其他我們還會提到的有 Stack Overflow, JetBrains, Slash Data 這些社群和組織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Google這部分 那因為是FuPanda贊助的關係 我們也會一起來看一下 FuPanda開源的哪些外送科技 至於我呢 目前負責FuPanda網頁前端開發這部分 過去大部分的經歷都跟網頁介面雲端開發相關 參與過的一些開源專案 那大部分呢都是工作環境比較多這樣子 那早期接觸比較多電腦視覺影像處理相關的領域 那也玩過Python加OpenCV, Ruby加ImageMagic 後來呢花了比較多時間在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所以今天選這個題目主要也是因為我對整個開源社群的發展 算是蠻有興趣的 那在開始之前呢先提供大家一些背景資訊 也就是回答這些問卷的人口組成 方便後面我們在解讀資料的時候 能夠更容易去理解前後文對應關係 我會以性別、職業、資地、地區等角度分別去 比較不同宇宙間的差異 那因為不是說宇宙都會列出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只會去比較有列出來的部分 首先是性別 那我們可以說這些宇宙都是男性為主的情況 那在Github上面的比例在88% State Overflow可以到92% 我們在Foodpanda大概也是有90%左右 都是男性為主的開發者 再來是職業角色 左邊是員工的比例 右邊呢是學生的比例 可以看到除了Github參與 統計的學生比例比較高之外 那大部分呢還是以就是公司的員工為主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有多少人有相關的經驗 這邊普遍指的是開發或是接觸開源專案的時間 這幾個宇宙的開發者 大概都有三分之一的主要人口 是年資是落在三到五年 那State Overflow則比較資深到五到九年 那這部分我覺得還算合理 因為回答問題的能力 可能需要比較多時間去養成 我們在Foodpanda呢 則是大概有40%三到五年的開發者 那從地區上來看 大部分的分析來源呢是歐美環境 Jbrands呢則有較多來自亞太地區的開發者 State Overflow相對是比較全球化 不過這幾年Github使用者的成長呢 有很多來自亞太地區的開發者 我們可以發現 越來越多的開發者使用漢字 那或許再過一段時間 這樣的比例呢會有所變化 Foodpanda則是在技術團隊 因為技術團隊分散在土耳其 德國 土耳其 新加坡 台灣 所以這部分的開發者呢 也是來自於這些地方或其他臨近的國家 所以整體來看也是比較類似歐美環境的 我們在理解這些資料都是從哪裡 所以哪些人收集來之後 我們還要注意一下這些資料的時間點 也就是以資料來講呢 Github大概是去年底四出的 那State Overflow和Jbrand呢 則是今年年初的資料 其他的宇宙呢大概也是這個時間範圍 接下來我跟大家快速說明一下 今天議程會包含的哪幾個部分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開始 大家可以到 Octopus.keyhelp.com下載這份報告 那全部重點的keyfinding就是這一頁 那這些數字我們要來怎麼去解讀呢 為了容易理解起見 我將這部分的切成三個部分來看 分別是如何有更快的程式產出 創建文件的趨勢與好處 最後是如何營造持續成長的社群文化 從篇幅來看 我們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在討論更快的產出這一部分 其他兩個部分呢 我們則是做比較概念性的探討 時間線的部分呢 第一部分大概會花20分鐘左右 其他兩個部分大概是10分鐘左右 等一下我會開放使用Google問答 那每個段落中間我會試著回答一到兩個問題 最後有機會的話我會 有時間的話我會再開放現場提問 我們會以GitHub Octopus的資料作為主軸 在每個階段遇到類似的議題呢 去帶入不同宇宙的報告 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個左下方的綠色方塊 如果你的slide下方有這個 有發現在這個區域發現有一個圖標 那代表這資料呢是來自於這個宇宙的 那讓大家可以做一個前後文的切換 好 我們先來說第一個部分 原文是Writing and Shipping Code FASTER 那到底什麼是 到底FASTER描述的是什麼呢 我們如何去量化這個指標 讓它對我們的工作更有意義呢 之前我看過一句話 Programming is thinking that typing 我們今天不是來討論如何提升打字速度 而是希望了解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的全貌之後 做出更好的決策 來幫助我們更有效率的開發 那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接下來的內容 我先釐清這裡的速度是什麼 這個圖呢是有資訊相關背景的同學 應該多少都有看過 為了避免呢 那個 大家可能如果看不到的話 我大概快速會幫大家帶過這一段 就是一開始呢我們會去規劃 然後定義需求 然後再設計 然後再組件 然後後面會有文件紀錄測試 部署維護 大概就是這些 整個軟體開發會遇到的事情 那原本標題提到的 Writing and Shipping Code Faster 也就是寫程式的部分 其實也是在軟體開發的週期的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大概涵蓋在 三四六七這幾個階段 那階段三呢是設計的部分 會跟應用場合相關 也會跟你使用的語言有關 再來就是階段四的組件 那包含工具的使用與產品的建立 某種程度上呢是效率的體現之處 那每天能有多少個Build 取決你Pull Request Merge的速度 階段六的測試呢能夠提供更有品質的產出 階段七呢則是交付產出的方法 這些呢都是可以透過自動化工具的實現 變得更有效率 那PR的Merge的速度呢也會 跟整個團隊的默契和文化 然後還有現實環境有關 那這兩年大環境的疫情因素呢也會讓 那個異地辦公變得日常 也對PR Merge的速度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看看 先從程式語言來看 這個整個趨勢是什麼 在KeyHub上面的熱門語言排行呢 前三名分別是JavaScript Python跟Java 大概這幾年都是 就是這三個在那邊換 那我先說一下 這邊的排名沒有絕對好壞 只是相對的熱門程度 像TypeScript在過去幾年快速的大幅上升 那Ruby則是大幅滑落 這些都是一些時間上的改變這樣子 那以TypeScript來說呢 TypeScript他們討論的熱度呢 其實是越來越熱門的 所以這可能是跟譬如說 它的應用場合其實是比較廣泛的有關 那如果你還在考慮使用學習什麼語言的話 建議可以從前面幾個開始選擇 因為語言算是這個領域的基礎工具 那很多我們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研究 像StackOverflow上面的開發者呢 更偏向前端領域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問題呢 跟JavaScript或HTML是比較有關的 這些網頁渲染語言問題呢佔了大多數 那Python SQL和Java這類後端的資料 後端或者是資料查詢相關的語言呢 則是緊跟在後 相較於Github來說呢 這份資料大家可以從語言本身的角度去思考 去決定要使用哪些語言 排名前面的代表可能使用上會較容易發生問題嗎 還是排名後面的代表他們本身不容易產生問題 那是否代表這些語言更容易被使用 這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如果有人對HTML語言表示意見的話 我們可以說因為疫情需要 所以去參考那個防疫標準保持1.5米的社交區 那如果你是面對HTML的話 那可能要保持100公尺的社交距離 有些人可能會對HTML語言比較感冒 但是我是覺得沒關係 因為HTML很多時候它也是有它的用處的 如果你會用的話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份英國研究來看 就是說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 JavaScript Python Java大概佔據了前幾大主流 但是這份資料還提供了適用開發領域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走AI方面的開發 Python應該會是首選 不要被JavaScript排在第一名的假象迷惑 然後這裡是Jbrands的資料 這一家是做軟體開發工具的公司 大部分的使用者也是偏好JavaScript或Java或Python 整體看起來跟StackOverflow是比較接近的 順帶一提這家使用者大部分是在Windows上做開發 所以如果你想往Windows這類領域發展的話 大部分人還是選擇JavaScript或Python或Java 那看了這麼多宇宙的資料 大家要來猜猜看Footpanda使用最多的語言是什麼嗎? 好 那我們進入到今天第一個互動的環節 就是大家來猜一下Footpanda使用最多的程式語言是什麼 然後大家可以舉個手 然後猜一下 然後我們現場會有工作人員 不是 不是 好 抱歉 來 TypeScript 也不對 來 來 你 Golan 很接近 但可惜 他是第二名 OK 可惜 來 Honey Colin 不是 看來不是 來 還有嗎 你們快把它拆完了 來 還有那個 來 你 Java 也不是 也不是 來 你 Ruby 不是 也不是 那你呢 C-sharp 不是 你們都快拆完了 怎麼辦 來 Python 對 沒錯 OK 恭喜你 答對了 我們可以 可能送第一名跟第二名吧 就是 剛剛有人拆Golan的那一位 剛剛拆Golan是誰 來 那我們也給你一個小禮物 好 那 這邊答案揭曉 我們到六月底為止呢 這個公司統計了大概四千個專案 然後我們用主要語言去統計 那得到Python跟Go大概就是 目前需求量最大的 使用量最大的語言 那也的確是 我們在這方面也是比較有需求 那TypeScript跟JavaScript 這類前段語言呢 我們也用了很多 那這家公司也十年了 那十年前呢 可能還沒有TypeScript 所以我們這段期間也是很積極地在轉型 使用TypeScript 那下面這邊有HCL 是Infrastructure的描述語言 如果有寫過TerraFone的人 大概就會知道 因為這個公司呢 有很多架構 其實走Infrastructure as code 所以會用一些描述語言去定義我們的Infrastructure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去自己Google一下 好 我們這邊討論的是開發的效率 除了語言本身呢 我想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有一句話看大家認不認同 影響開發效率的因素呢 不是使用核種語言 而是取決於你昨天是否睡眠充足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寫 你有寫過程式 你就可能經歷過少一個分號 或者是少一個引號 或者是可能空白符號沒有處理好 反正就是之類的問題 就會燒掉你一兩天 所以如果除了語言和睡眠之外 我們還要怎麼去提升我們的效率 我們剛剛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生命週期 像是這裡有Build或Testing 或者是Deploy這些工作 一開始我們可能手動的去調教 但是隨著時間 隨著流程確定的話 我們會希望引入自動化 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浪費 那Github認為呢 良好的自動化有助於團隊 更好更清晰的溝通 在這個圖裡面呢 Octover裡面出現很多次 解讀方式就是 將這個圖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半部分呢 是經過統計分析出來的結果 的最佳時間項目 的最佳時間項目 Best Practices 那下半部分是分析得到可以改善的結果 深色線是真相關係 淺色線是互相關係 例如這邊有一個Best Practices 叫做Code Design for Reuse 設計更容易重用的程式 那這個被認為說是可以得到 更好的軟體產出效率 Software Delivery Performance 那可是呢 它就會 它在Impower to Work這裡 則是那個灰色線 代表它 讓人比較沒有辦法 感到Impower to Work 那我們可以看到工作場合中 每個最佳時間的BP呢 Best Practices 可以對應到好幾個最佳化的結果 從開源專案的資料顯示的關係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佳時間所要改善的目的 相較於工作場合中單純很多 那對於想推動最佳時間的人來說 我認為先從開源版本的實踐著手 或許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以這裡顯示的資料而言 良好自動化包含更詳盡的程式審核 更容易重用的程式 更明確的貢獻與協助指南 以及使用自動化工具發布程式 我們先從自動化工具的影響來看 GitHub他們家的 GitHub拿他們家Action來做討論 那這個圖分為左右兩個區塊 左邊呢是中型專案 右邊是大型專案 相較於其他呢 可以發現黑色的柱狀 柱題呢是主要指標 顯示呢大量的使用者使用GitHub Action的 Repository的比例 這裡呢可以看到兩個趨勢 就是越多人參與的專案 有越高比例的Action使用 然後開源專案的Action使用呢 比工作的專案還要高 那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去看 自動化除了增強可持續性 還能減少摩擦和重複性的任務 大量採用Action的大型專案呢 它的單日PR Merge的數量呢 會增加兩倍 也就是大概百分之六十 好 那在開源專案中也有類似的現象 大概就是提升百分之三十六 也就是這邊的數字 那合併的速度大概可以提升到三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說數量增加了 速度也變快 那除了花費時間減少 開發人員也認為 能夠因此得到更高的成就感 還能幫助團隊更快實現規模化 那除了GitHub Action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從JetBurns上面的資料 可以發現 除了最多人用的Jenkins 還有Travis GitLab等持續整合方案 但如果細分來看 會發現Action不論是在公司 或個人使用的比例 都還是相當高的 我們可以從另外一份 跟OpenLogic提供的報告來看 也是類似的結果 主流大概就是GitLab Jenkins Travis 這類的持續整合軟體 那Action還是占大多數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後面會用相關資料說明可能原因 那這邊呢 也提供一些在Foot Panda Action被大量使用的情況 那因為我們很多Repository維護者都非常多 所以有些Repository甚至會有專門處理Action的團隊 那這時候你就會在PR看到一串自動化檢測的發生 那這些功能呢 某種程度上可以避免 大部分不規則的程式碼進入Codebase裡面 除了Action之外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 有什麼能夠幫助你提升開發的效率 那GitHub這邊的答案是搜尋 當開發人員可以輕鬆地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時 他們會覺得自己有能力完成工作 那這樣的可能性呢 會提高60% 除此之外呢 只需要擁有一個容易搜索的專案 那他們的生產力就可以提高11% 所以搜尋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Code and Paste 但是如果你找到這個片段程式碼 貼到你的工作環境中 那你就會發現可能會需要其他的調整 或者是你可能會需要一些API的授權機制 或者是這個程式碼可能會有一些存取限制 那這樣就會阻礙你的開發人員去重用你的程式 那這個就會形成一種阻力 如果說不考慮這些阻力 那開發人員工作效率呢 可以透過重用的形式 提高87% 但是對於開源的專案來說 低阻力的專案 相較於那些阻力高的專案 效率可以提高到兩倍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 哪些問題造成開發人員寧可重寫也不要重用 那複製貼上呢其實是人性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方式避免這樣的行為造成問題 那答案就是去做Pro Request 也就是透過建立一個合併的事件 讓新增的程式碼要併入你的主要程式庫之前 有機會可以套用一系列正規化的活動 例如自動檢查 糾錯或審核等行為 那這樣子可以大幅減少開發上的問題 可是呢也會減緩你開發的速度 所以這邊定義了 從建立Pro Request到程式合併的時間 為Time to Merge 接下來呢會透過分析 改善 分析Time to Merge的 時間長度去 討論說我們怎麼去改善 這個這部分的速度 所以從這邊的圖 如果 我們希望 Time to Merge發生在一天之內 那最好的情況就是 我們將貢獻者的數量維持在30個左右 如果太多或太少 PR Time to Merge都會 變得更長 那這個圖呢 的橫軸是兩周的時間範圍 縱軸的是PR合併的時間點發生的比例 上半部呢是開源專案 下半部是 OK 然後 資料顯示 大多數的拉取 拉取請求 Pro Request 在兩周內會順利完成 顯然大部分的 Pro Request 合併的速度 是 很快的 那 通常不會超過兩天 少部分呢會超過 一個禮拜或以上 那週末的深夜通常沒有人去 就是 週末深夜就是通常比較少人會去處理PR的時候 那建議大家可以以此作為標準 呃 看看自己的 參與的專案 大概都花多少時間去PR 然後思考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這是在 呃 但是整體來講跟GitHub也是蠻一致的 那從這個雷達圖可以看到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呢會花在Coreview上面 那越大的組織呢我想那個Coreview呢的影響程度也會越大 這裡呢可以衍生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不同的熟悉程度的人來說 是不是都有類似 都能有類似PR合併速度 所以這邊呢他們針對新貢獻者去探討 Pro Request的Title Merge的影響 那 中軸是合併時間PRTitle Merge 橫軸呢 橫軸是PRTitle Merge 中軸是程式庫新貢獻者的平均數量 可以發現呢對於開運專案來說 形態也是跟前面一般情況差不多的 也就是在適當的人數呢 就是可以達到在一天處理 一天內有處理完大部分的Pro Request 那新貢獻者的數量會影響 合併Pro Request的Title Merge的時間 那 如果例如呢有新的成員加入 或者是新的專案開啟時 那團隊文化也會有影響 例如 我們是怎麼讓其他人知道Pro Request的狀態 好 這我在某一個blog上面看到的 他就說 對新人來說最基本的要求 大概就是每週都有Pro Request合併 這邊是一個開放式引言 我們就不做深入的討論 但是 跟前面提到一天就有人Pro Request的Merge相比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怎麼樣做會比較適合你的團隊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沒有PR 你的CICD可能是超級快 可是 我是真的帶過這樣的團隊 但是呢 如果 配套方案做得好的話 其實是可行的 只是 就是看大家 評估看看是不是適合自己的環境 那Github推薦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拉取請求爭論 叫做Pro Request Wrangler 這是呢 從 Kubernetes的 Documentation Spatial Interest Group 的 參考來一個做法 那 他們就是說 他們對大量文件進入那個Source的時候 會 選一個 志願者 去做Pro Request的管理員 那他會去負責分類標記和批准指定的範圍的PR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很多 關於技術面如何改善效率的方式 還有什麼 會造成Pro Request時間影響 就是這兩年的疫情 Github呢 發現 大概只有 11%的受訪者 希望回到統地辦公 那 比之前在辦公室工作的比例來講 從40%下降了30%左右 那在深入研究這些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公司的員工的差異更為明顯 那些在公司受訪 在公司工作的受訪者裡面呢 有46%曾經在 同一個辦公室裡面工作的人 現在希望完全是 遠端工作或者是混合的工作環境 那Jet Balance的資料也表明 在過去一年中 人們從單一工作地點 漸漸變成在同一個國家 但是分散在多個地點 那異地辦公這件事情 我發現 復篇打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在亞太地區 除了來自東南亞不同的國家的同事 也會發現有在台灣 但是不同城市的同事一起工作 那我簡單的總結一下 整體來說 過去一年Github上的Pro Request 在工作場合中的合併速度是最快的 大概是開源專案的兩倍 但是呢比起去年來說呢 工作中的Pro Request 合併速度慢了25% 那這跟兩年前相比 可以發現這個整個工作的節奏呢 大概就是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這樣 那此外呢 如果一個Pro Request 少於三個人Review呢 大概就可以在二四小時內完成 但是如果是在工作場合 只要有一個Reviewer 大概就可以在八個小時內完成 每增加一個Reviewer 它的合併的 大概一天內合併的機會 就下降17% 好 那我們這邊停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問一下是 什麼時候情況會有多個Reviewer來進行 那個Pro Request的審查 好 有些時候 你修改到的專案可能是 會有比較多的人同時去維護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 你可以再 怎麼講 它可以在GitHub上面可以自動幫你偵測說 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接觸過這塊程式嗎 那它其實可以自動幫你去邀請 這個區塊的貢獻者進來一起做Review 那這是自動的部分 那如果是手動的部分 當然就是 這個專案自己去維護的 去定義的政策 例如說你們可以去指定說 有多少人就是要負責 在程式碼Review這一段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先繼續下去 那 接下來我要討論說 如何使用文件幫助你的開源專案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 軟體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 那文件大概就是在 開發階段之後的工作 對於獨立開發者而言 文件是跟自己溝通的工具 避免自己一個月後忘記了之前到底做了什麼 但是如果是社群呢 在工作或者是開源專案中的 兩個環境中 你的文件如果是越新越詳細 越可靠的時候 而且存在不同格式 例如有文章或者是 視訊或者是論壇 這類的形式 那開發人員 就可以看到大概有50%的生產力的提升 那各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調查看看自己的專案 是不是大部分貢獻者都能透過修改文件 得到需要的開發資訊 這 就是說這個呢 可以不但可以就是 讓大家更容易去 修改你們的自己的專案 那也可以對整個團隊更有幫助 好 那這邊又到了 猜明一時刻 大家來猜猜看FooPanda 這邊用了多少種 文件的服務 好 看到我站起來就知道 又要進行互動環節了 好 大家來猜一下FooPanda 用到哪些 Darkmentation工具 來 有沒有要挑戰一下 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個會是一個數字 就是種類 種類 隨便丟個數字出來吧 你想猜多少 5種 5種不對 不對 好 20種 有點太高了 稍微減少一點 來 多少 12 差不多 對 沒錯 好 就12 好 謝謝 恭喜你 好 我們這邊 這邊我大概簡單列出一些 在FooPanda我們會使用的工具 就是它有不同格式 不同的場合去溝通這樣子 那GR這類工具是面對專案管理的環境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則是一般通用的場合 它裡面包含像 Sheet 或者是 那個Document 這類的工具 那Figma跟Mirror 則是設計跟視覺相關場合的應用 那這個圖 前面呢 跟前面的用法類似 就是它在最佳實踐跟目標結果是不一樣的 這邊認為分享知識 開源知識 還有更清楚的文件 以及更清楚的搜尋能力 還有西方文化 能夠為你的團隊帶來改變 那相較於效能提升的最佳實踐 我們這邊 一樣在開源專案可以看到較單純的目標 但整體來講呢 這些最佳實踐都是 對目標的人都是有正向的影響 分享知識呢 關乎貢獻者如何去使用開源專案的知識 並對其做出貢獻 因此我們接著要看的就是 提供哪些文件能夠有幫助 首先是貢獻者指南 Contributor Guideline 來自企業的開源專案呢 存在貢獻指南的可能性 比其他多了4.4倍 也就是說 擁有貢獻指南顯然成為了 企業參與開源專案的一種潛規則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為什麼企業要積極參與提供貢獻指南 當開發人員知道如何 從屬於不同團隊 或不同社群的程式庫 做出貢獻的時候 它就消除了奇異跟摩擦 所以工作效率可以因此提高17% 但是呢 當使用者知道如何貢獻之後 最常使用的就是讀我檔案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在開源環境中 大部分的專案呢 都願意提供讀我檔案 然而在工作環境使用讀我檔案的數目呢 遠少於開源項目 但是這可能是因為他們 有內部的文件格式 或者是這些文件呢 放在不同的場合 這裡呢是在Foodpanda上找到的資料 上面是開源庫中讀我檔案的數量 下面則是全部程式庫的統計數字 工作場合比例跟GitHub上也是蠻接近的 會這樣呢 還有一個原因 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沒有讀我檔案就不用維護讀我檔案了 但是在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可以試著在你的reportster裡面加入讀我檔案 讓大部分的基本資訊 可以更接近你的程式嘛 除了讀我檔案之外呢 更進一步的分析使用者 在GitHub上做什麼 那這裡呢是去分析 一個新來的GitHub使用者的第一個小時 都在做什麼事情 那可以發現最大的這個泡泡 它大概就是在建立新的issue 然後呢第二個大的泡泡是評論這個issue 所以呢可以說除了讀我檔案之外 GitHub issue也可以拿來作為 文件或者是共享專案資訊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這裡呢還能鼓勵不寫程式的人 一起去參與你的專案做貢獻 所以呢這個其實是一種 有助於你專案管理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都知道大部分新的貢獻者 會使用issue來做文件或溝通工具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透過這個工具去幫助大家 一個常見的做法就是提供good first issue的標記 那讓新加入的貢獻者可以從這類標記的issue 開始著手貢獻 通常這類issue被預期會有較小的範疇 也會有較容易被解決的特質 這個圖呢是以good first issue比例來看總貢獻者數量 淺藍色的部分的平均呢 來看good first issue比例呢不會影響 貢獻者的人數的多寡 但是如果從新貢獻者的比例的話 就可以發現good first issue比例越高呢 你的專案會得到有越多的新貢獻者參與 那這個比例大概是在21%左右之後呢就會開始提升 也就是你的good first issue比例如果五個裡面有一個的話 那會相對之下會有更多的使用者願意加入你的專案做貢獻 那以我們Food Panda來說呢我去做一下統計 大概有八成有標記這個有提供這個good first issue的標記 那除此之外呢在內部專案我們也提供新人入職清單的做法 那這裡主要就是還是看使用的情境 適不適用那再去決定要導入哪些 這種對新人友善的標記情況 那這邊簡單結論一下 就是提供文件是一種雙贏策略 它將有利於生產力的提升 而運喻更好的開發文化 那研究表明高品質的文件呢可以提高績效 前面呢提到一些關於文件追加化事件 不僅支持更好的團隊文化發展 那也讓開發人員能夠更容易感到滿足 而且我們還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工作 各位 雖然文件能夠提供很多幫助 但我想說的是任何工具或知識都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過程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文件和設計圖都消失了 那我們仍然會擁有先進的工業文明 因為訓練有數的工程師才是技術的全員 但是如果工程師消失了 再多的文件和圖稿都救不了我們 就像說古代人拿到這些圖或程式也沒有辦法做出汽車 像我們現在看到古埃及或瑪雅壁畫 也沒有辦法重現他們的文明 我們不應該將知識產權和工具視為技術進步的最終目的 而是應該著力於培養更好的科學家 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說到這裡 我們再暫停一下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有點好奇就是在FuPanda是怎麼樣幫助工程師可以快速地產出文件 雖然有很多種 但是其實我認識的工程師有了對於寫文件這件事情都還是覺得蠻痛苦的 然後就好奇是怎麼解決這個方式 讓大家比較能夠願意寫這些事情 謝謝 我們在這邊其實就是一個算是比較開放自由的文化 正如我剛剛提到的就是我們其實格式上沒有很多限制 所以其實我們會開放 也接受大家使用不同的格式去做交流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的感覺就是 大家其實是感受到不被 沒有那種很強烈的約束的感覺 那當然我們最終會把很多文件收集到一個 會留到同一個地方 例如我們用Confluence去把所有不同形式的文件 整合到同一個環境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要看 需要一些時間去培養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不能限制太多 如果限制太多可能大家 有些人會不熟悉工具 那就不願意去做貢獻 所以我們是很開放讓大家去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 去做這些文件的貢獻這樣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可能要再加速一下 最後呢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有開發效率以及良好的文件系統之後 如何營造可持續的社群文化 這部分呢 相當於涵蓋 SDLC的前幾個階段 包含規劃定義需求以及最後的維護 什麼是社群呢 一個 一群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或者是具有特定共同特徵的人 例如大家生活在台灣 總應該會知道 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千多萬人 那Github呢 則是目前地球上最多開源貢獻者的地方 在去年的時候大家新增了一千六百萬個使用者 然後呢 有 目前一共有大概七千三百萬個使用者 那據他們 2025年達成一億的使用者的目標來講呢 其實算是很接近 那許多大型公司呢也會使用Github 這是一個提倡開源的平台 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代表他們的數據呢 對開源界是蠻有參考性的 那 這裡呢 是 在Github上 首次 貢獻開源專案的使用者數量 目前看起來 新增速度是有點趨緩 但整體而言呢 數量還是相當龐大的 跟台灣相比的話 那 這邊呢 就是 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在2020年的時候 台灣 在Github上面使用者數量大概是八萬左右 在2021年的時候 增加到了62萬 大概有40萬的 的新增的使用者 那 在 不過在這個比例來講呢 大概只佔了總新增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 另外就是 程式庫的總數 這個數字 也有顯著的增長 那我想 這也是說明大家其實是願意 把程式放在他們平台上面的 但是呢 上面的資料怎麼被使用 大家可能就要自己去 關心一下 就是 保護好自己的資料 好 這裡 Github也提出了對社群營運的一些最佳實踐的建議 那 跟前面的用法類似 與社群成長有關的最佳實踐呢 被認為是 具有導師制度 清楚的專案治理 社群的尊重與互信 以及西方文化 這些被認為能夠帶來 更好的協作 更有自信的工作 感到滿足 以及更多 進度的達成 還有認同感 在進度方面呢 開源專案甚至可以提高46%的影響力 那 Github呢 他們去定義了一個叫做 專案健康度 這個東西呢 如果 我們 有 完成這些最佳實踐的話 你的專案健康度也可以提高三倍 那我覺得這部分 簡單來說呢 就是 就是 開發者的道德觀 有用Node.js的人應該知道 或者是 聽過這個package 就是叫做 group.js 那 這個group.js的維護者說 維護開源項目呢 缺乏資助 加上 人們對你大喊 要你做那個做那個 讓我根本不想做這件事情 一方面呢 我覺得這句話 是一個目標設定的問題 另一方面 我覺得 社群的友善程度真的會 大大影響 人們對開源的意願 開源一般來說呢 就是要面對公眾群體 我們的道德觀如何 在不同人之間呢 做哪捏 會是值得思考一件事情 Stackoverflow上面的統計呢 發現大部分使用者 除了在原本社群之外 也會去參與 其他的公眾社群 少部分的則是在私有社群裡面 對於獨立的開發者而言呢 願意開源 真的需要有很強大的心態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大型的組織為開源貢獻 從企業的角度 Red Hat提到 為什麼有企業需要採用 開源專案 有一半的人認為 這可以幫助整個開源社群 去有更健康的發展 那什麼是健康的開源社群 信任和尊重 有助於建立強大的文化 信任度高的團隊 更有可能 擁有健康的協作文化 在公司的環境是兩倍 在開源的環境呢 是三倍 這個數字 是來自Github的一個健康度的分析 如果你是專案的游泳者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是透過一個量化方式 去評量你的專案 到底有多健康 那從實際的數據來看 有多少程式庫會提供行為準則 在貢獻者不多的情況呢 像是最右邊 它其實比例相對是低的 但是呢 隨著貢獻者數量上升 行為準則出現在程式庫中 比例也會隨之升高 所以你如果想要維護一個 較大的社群的時候 提供貢獻指南 good first issue 和討論中的 言語行為的規範 都會是影響 人們對你社群的 社群的信任感 那 這些信任感呢 就可以去吸引更多的貢獻者 願意來幫助你去 改善你的開源專案 最後呢 我們是不是只有技術相關 才能培養 開源社群呢 Github也列出一些非深度技術相關的程式庫作為解答 這裡呢 的排名是按照近兩年貢獻者比例 可以發現裡面其實是有很多 學習啊 或是遊戲相關的議題 顯示興趣愛好呢 這幾年是更吸引人加入這個社群的趨勢 好 最後我稍微快速一下結論今天的議程 我們今天討論 第一段討論四個重點 包含了熱門語言 還有自動化工具的趨勢 以及PR政策如何影響開發效率 最後是遠端工作的影響 在思考如何更快更好的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去反思這段話 Fest good and cheap pick two 大概就是說 我們只能同時選兩個 沒有辦法什麼都要最好的 但是關於文件呢 不論是哪一種形式 就是以方便溝通為目的 幫助大家建立更好的溝通文化 在專案中提供適當的讀我檔案 利用issue呢 作為另類文件的解決方案 標記good first issue呢 讓新的貢獻者更容易開始 總而言之就是讓大家更容易去 為你的開源專案貢獻 這裡再分享大家另外一句話 做的是來自瑞典的工程師 他說呢 學會把城市和自我分離 不要成為城市的擁有者 要成為 要最佳化城市 便於他能找到方法來修復錯誤和新增功能 把城市的控制權分散 因為呢 我們需要解放自己 我們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事情 不然的話我們將永遠無法脫身 好 這 持續成長的社群 透過建立良好的貢獻規則透明 然後呢信任並且尊重貢獻者 這些都是能夠有效提升貢獻者意願的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 好 最後再送大家一句話 寫小說的 Steven King說的 也作為我今天分享議程的結束 也是給各位打算開始做一些什麼的一個鼓勵 就是一件事最可怕的時刻 總是在你開始做之前 好 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也感謝各位Cost Club的志工協助 整個議程順利完成 那感謝這個台客大的場地 還有FuPenta強大團隊的後援 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話再幫我掃個QR Code 有任何疑問或回饋都歡迎提供 那讓我們大家有機會可以做得更好 那謝謝大家 好 好 那我們先掌聲 謝謝Nielsen帶來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那個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QA就先到這邊 就先暫停了 那假如大家對於這個 這場議程有任何興趣的話 想要跟獎者交流 可以到那個FuPenta在TR309 就沿洋大樓那邊有一個攤位 在309教室有個攤位 那講者到時候會在那邊跟大家做QA 好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下一場議程 預計在11點05分正式開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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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